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看这个 KLCI 这个是我双肩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y Button 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这个呢 是在2022年开始到Baiot多 在2022年的时候呢 差一个底,就这个 这底呢 就下来的时候弹上去嘛 然后呢,在 6多的时候就跌破 跌破了之后就很残,就一直往下掉 跌到前四点左右 现在它又要再去挑战 这个,呃,之前它是 跌破就是支撑 所以回去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支撑呢 就变成阻力线 现在就是它阻力线了,resistant 这个是支撑 所以现在支撑 它已经有几天都要 呃,企图呢 要去突破这个,呃 主力线 也就是大概是1507 现在是1506 很接近了 但是就是突破不到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上去的话 我认为它下一个支撑就是肯定是 呃,主力线就是这个 1320 1532 就是这个200天均线 嗯,200天均线 这个我不认为它短期里面可以突破 现在呢,来看一下它这个RSI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RSI的RSI这个线呢 是指是已经是一个 头头底 这个是 high lower high 头头底一个下跌的趋势 反而呢,它这个什么呢 这个指数呢,就是一个头头高 看到吗这边 这个上升趋势 这个叫做,呃,顶背里 顶背里 顶背里是一个坚挺信号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比较困难 突破这一个 阻力线 就算它有能力突破的话 它也是很难突破这个 200天均线 这是我个人看法 如果它突破到的话 就位回来 回来的话 可能这个20天均线 就是它第一个支撑 就是 X480 1480 1480就位是它第一个支撑 啊 so现在来讲的话呢 如果 你们要玩这个指数的话呢 暂时就 不要去追了 如果你 如果有那什么 那个call warrant 就不要随便进场了 可能呢 要转手 卖孔 就是卖 买 加入那个put warrant 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吧 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吧 当然如果它突破 15 1507 1510 啊 它就会挑战这个 1530 突破 就是 call warrant teple 就是 put warrant OK 这个就是我对 KLCI index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 视频的话 去帮我share 帮我like 谢谢大家